被害到的新鲜鱼或海产相当知名 其中最让老套心心念念的就是海胆 只是最近能捕捞到的海胆明显减少 五月中开始小尊进入开放财务期 但鱼狮们却都不走乐观 下宜马粪海胆属于顶级种类 现在更为稀有 画面中这名鱼狮过去以捞捕虾 鱼马粪海胆为主 但现在只能捞捕到画面中这些 目前算是盛产的北紫海胆 开放财捕至今 下宜马粪海胆的鱼货 只有网年平均的一成多 鱼狮竞标的价格也因此攀升了一到两成 有客人来人往的观光市场满满的海鲜 但是端出下一马粪海胆的摊位少之又少 小小一盒就要7560日元 未来鱼狮可能必须要以更高的价格才能品尝得到 HBC的记者走访专门提供在地海产鲜石的知名料理屋 这里的招牌就是将北海道五种名产的海胆 堆叠制作成一碗新鲜的丼饭 名为五大海胆品尝大比拼丼饭 要价7150日元 哇 いただきます 嗯 甘味がしっかりとあって とっても濃厚です 椅子の香りもぶわっと口一杯に広がります 即便是知名的料理屋也无法确保稳定的货源 有时甚至必须仰赖进口海产来作为食材 专家表示海胆之所欲或大减应该跟暖化有关 野生的海胆便少 只好养赖人工养繁殖 漂浮在水中的小小颗粒 就是虾以马粪海胆的种苗 虾以马粪海胆种苗的养繁殖 雨流棒已经有50年历史 北海道各地设有不少繁殖厂 估计每年培育将近4000万棵种苗 苗粒を放流しなければ 水泡風には供格できない という言われているぐらいの資源の厳密さ あります 高水ように負けないような 元気な植苗を作るように心が出ています 这些海胆种苗被棒流到北海道各地 等到它们成长到可以抓捕的大小 月末需要两年的时间 不过这几年海水不断升温 海胆生存的环境也是越来越艰难 在北海道小尊以外的马粪海胆产地 一样栖息残残 同样是捞捕旗的韩馆 今年渔获只有去年同级的3%左右 而三年前受到红潮侵袭的道东地区 当时九成海胆被波及死光 如今虽然逐渐恢复但影响人在 大家对于10月开始的捞捕旗 也是忐忑不安 也难怪在地不少鱼石都说气候严重影响大海生态 每一样的现实都得来不抑制的大家好好珍惜 仔细品尝 取悦新闻 许起邦综合报道